他们曾经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缘合成了任人宰割的丧家之犬 无处安放的生灵如何摆脱颠沛的命运 善待流浪动物将爱与责任进行到底 6月21日农历夏至 广西玉林毅然坚持举办延续多年的荔枝狗肉节 再次把人和狗的情感完全颠覆 据称仅这一天 玉林市就要吃掉上万条狗 有些甚至被活活烫死或是剥皮 因此每到夏至 这里便成了狗的坟场 面对每年如期而至的血腥与杀戮 网络上掀起了一场抵制玉林狗肉节的风波 动物保护主义者更是提前多天抵达玉林 呼吁当地民众停止犯下舌尖上的罪过 一边是人道主义的大吉 一边是传统文化的庇佑 每一次食用狗肉的事件进入舆论的视野 类似的拉锯战便会重演一次 2011年 浙江金华事务城区前西乡政府在舆论压力下 取消了已有600多年历史的金华胡头狗肉节 对于动物保护主义者来说 沿街刺眼的屠宰场面 市场上热闹的售卖 餐桌上人们大快朵頤 都是血腥而残忍的 但一些当地的民众对此并不理解 为什么鸡肉可以吃 猪肉牛肉也可以吃 狗肉就不能吃 吃狗肉又并不犯法 一方站在道德的高低 一方坚守法理的底线 各执己见互相充耳不闻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但一些人工养殖的牲畜 也是人类食物的来源之一 遗憾的是 目前中国还没有法律法规 禁止吃狗肉 因此 这也就成了爱狗人士 与食狗人士双方针尖对脉盲的根源 目前 国际上对于猫狗等家养动物的新定义 是伴侣动物 全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进食猫狗等伴侣动物 显示人类对动物朋友的尊重和感恩 但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上 每年被作为食物屠宰的狗 多达一千万只 猫则超过四百万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